這次 鄉人團結 要來憲世讚美 奇異恩典 詞曲 李宗盛 請你無緣無能感見 我醉已更殘滅 借我世上盡惠心悔 瞎眼睛能看見你 如此恨點 是我機會 是我心能安慰 主信 主使我安慰 真是否能後悔 我愛人啊 記者是他 我求主耶穌 依不來家 我求不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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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變 我主终会愿在土壤 我心不再归起 圆滨后悔 心间归去 当我主永长寿 我必圣滨后悔 心间归去 当我永远属于你 不再归起 当你何时光 我祈祷耶稣 你不太加 我主人天 心中难过 永远属于你 不再归起 当你何时光 我祈祷耶稣 你不太加 我主人天 心中难过 永远属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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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章第一章 第一章 心就是所忘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具 心就是所忘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具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诗 信就是所望知识的识 是未见知识的确句 在八卫日的宣经是这样说 信就是愿望的实在 甘没看见耶稣的评论 我再念一遍 信就是所愿望的实在 甘没看见耶稣的评论 以上这点我们要听丹主席牧师的证度 要证度的地方就是信心爱生人 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兴来在我们中立教会 能够一同来享受神的话 我们在信息分享之前 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 照着祢的丰盛的荣耀 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要不停的述说 神祢自己亲自的伟大 主我们在这里要赞美祢 让我们经历祢极大的丰盛 因为祢所赐给我们的是充实完美的生命 我们要赞美祢 祢赏丰盛 赏识信心 赏识那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 临在我们一生当中引导我们 使我们藏在恩福的满意中 主我们要赞美祢 因为祢是丰盛的神 使我从没有经历过 使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祢的缺乏 也从来不至于羞愧 在我们仰望祢的时候 祢总是照着祢的恩慈来款待我们 主啊我们等候祢的心 从来不至于失落 谢谢神是应许我们 爱我们永远不改变的神 我们的双手所做的事情 也蒙神祢的保守 感谢神 让我们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今天我们在圣殿里面 要朝见祢的面 愿天父的灵更多更多充满 更多环绕 更多浇灌在我们当中 我们谢谢神 这样恩待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谈一谈信心 信心这个功课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是最重要的一门功课 信心可以区分为两种 哪两种呢 一种是一般的信心 这个一般的信心呢 大部分都有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特别的信心 所谓的一般的信心呢 就是指我们本能的 直觉的 理性的 那 举些例子来跟你们分享 就是说 像婴儿 婴儿她信于母亲的乳房 她一定就会有乳汁 这是本能的信心 那 当你把钱 存在银行 农会 或邮局 你就相信 日后你可以提领 这个是理性的信心 如果我们没有直觉的信心 好 那 婴儿肚子饿 她不会想要吸奶 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信心 我们不会把钱 存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等候有一天领回来 我们也不会 在 要写一封信给朋友 那么你寄信呢 就把它投到 那个 邮递信箱里 你可能 因为你没有理性的信心 你不知道邮才会给你送 信送到哪里 所以干脆就自己送去了 如果你没有理性的信心 好 你可能 今天来教会 不是自己开车的 好 如果是你是搭公车 你大概干脆用走的 怎么说呢 因为司机是你不认识的人 你怎么知道 他要载你去哪里 所以呢 这样来说 我们每个人 基本上都有一般的信心 阿们 好 所以 这样呢 除了这个一般的信心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信心 这个特别的信心 当然是从神来的 我们的特别的信心 是神的信 我们若读神的话 明白其中的意义 并且在这当中 你有祷告 圣灵就会赐给我们 一种奇妙的信心 让我们拥有神的信心 生活就会超乎我们 想象得到的结果来发生 一般人都会讲 眼见为凭 有没有听过 有吧 哎 常常我们都会说 什么什么眼见为凭 空所 空口说白话不行 我听你说到嘴角转坡 拿东西给我看 我大概算他真的 我们若读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了 圣经把这个秩序是颠倒过来了 圣经怎么说 说我们要什么 凭信心不凭眼见 哇好特别的 这样的教导 今天的圣经说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希腊文的意思呢 就是说 在某一个物的下面 或是呢 为某一个物品 一个物质提供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知道了 其实信心呢 是真实的啦 好 那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这个地方呢 有讲到是神本体的真相 这个真相 原文跟我们刚提的 信心的实体 那个实体 其实是同一个字 那同一个字 解释成两个意思 那就要告诉我们说 原来啊 信心啊 是从那看不见的事物来的 原来啊 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的 什么真相 是看得见的形体 来反映那天上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一位 爱我们的父神 所以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现代方译本 他就这样说了 他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 有把握 我们跟旁边的人讲说 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 有把握 来我们彼此勉励一下 对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 有把握 所以原来信心跟看不见的事物 是相当有关系的 看得见是从看不见的来的 那再来我们来看 信心是所谓知事的确据 现代翻译本把这一个圣经节 翻译得更清楚了 他说呢 是对不能看见的事 能肯定 我们跟旁边的人讲 对不能看见的事 能肯定 所以说了 你要有把握 你要能肯定 哇 是对什么 对看不见的事 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所说的确据 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肯定 我们可以把它说 象征于所有权壮的意思 也象征于好像是一个权力的意思 我们举个例来说 在生活中 最近有买新车的请举手 没人买新车 不然你手也好 只要是新的就可以 有没有 只有牧师一个人 有有有 我们的长老 好 请问今天长老跟各位说 我买了一部新车 你相不相信 有人相信 不回答是怎样 存疑 对不对 那长老他就会拿什么 来 行照给你看 那你要相信吗 看到行照你就要相信 因为那是车子的什么 身份证 证明 对 所以你不能跟他 长老说 哎呦 那这部就是一张座 这样不对吧 好 所以我们知道了 所以我们说确据 我们说肯定 好 这个就是我们拥有的 拥有的权利了 嗯 再举个例来讲 生活中我们 常常有 骗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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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带小孩 那你带小孩 带到三四岁 这小孩呢 会跟父母亲要东要西的 因为他特别看到 他的小小朋友 同侪 出去有什么玩具 他就会羡慕想要 那在我孩子小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要 妈妈 我想要像隔壁 那个刘小弟一样的 那个脚踏车 脚踏车后面要什么 后面有辅助轮 四轮脚踏车 那跟我要 我就说好啊 我买给你 等着等着 有一天出去散步 他看到了隔壁的小朋友 骑着脚踏车 他就冲过去想要骑 隔壁的小孩就很神气的说 那是我的 你就说没关系 我妈妈会买给我 那时候他还没有脚踏车 好 那再过一阵子 小孩子有买脚踏车 还没嘛 因为他还是小 小到还不可以骑 这样子的四轮脚踏车 所以我也没买给他 有一天呢 他就对着我说 妈妈 这样骑 骑给我看 用动作骑给我看 在暗示什么 说什么 妈妈 我的脚踏车 你说要买给我 是吗 好 那他暗示了之后 又跑出去玩了 直到了某一天 我到了一个商店门口 看到有个特价 心里面就想着 诶 我的孩子也长大了 从那个时候到这个时候 已经过了一年了 那这样子呢 他应当是可以 试着骑这个脚踏车 于是我在他中午 午休的时候 偷偷跑出去 把脚踏车买回来 放在他的玩具室 所以等到他睡醒的时候 他跑到玩具室 要玩玩具的时候呢 突然间看到了 眼睛就为之一亮 哇 大叫这样 我们知道我们天父 其实也是要我们 对他有这样的信心 你说你对怎么样 对没有把握 没有看见的事情 能肯定 能把握吗 你要不断地 跟我们的神来求 今天我们要说 信心的话 是带着能力的 我们从马太福音 九章第二节来看 信心是从行为中看出来 行为中看出来 有一个人 有几个人 有四个人 用路子呢 就抬着一个 瘫痪的 一个朋友 到耶稣跟前 耶稣看见 他们的信心 就对他们说 就对这个 瘫痪的人说 小子 放心吧 你的罪 射了 耶稣看见的是 这群朋友的信心 以及瘫痪的信心 在不可能的上面 他们做了一个 确实的行动 信心的话 带着能力 从行为中看出来 再来 我们要从哪里看出来 从我们说 这个过程 我们就看到 路加福音第七章 一到十节 有个百夫长 他非常 非常好的仆人生病了 那他生病了 已经到了什么 快要死了 所以这个百夫长 这个主人 他就很心疼 很舍不得 所以他就差人去找耶稣 拜托耶稣 来医治他仆人的病 那耶稣 听到了这个消息 当然就想要 赶快的赶过去了 当耶稣 已经有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那百夫长 他听到这个消息 赶紧又猜仆人说 赶紧去通知耶稣说 跟他说 我不好意思劳动你 耶稣啊 因为你到我设校 我真的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 我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一句话 耶稣 只要你一句话 我的仆人 就会好 这个百夫长 他要讲的是 说 耶稣你只要说了 事情就会成了 这个百夫长 他明白 像马太福音 十七章二十节 所说的 说什么呢 耶稣曾经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 没有一件 不能做的事了 原来说是带着信心 信心呢 就带着极大的创造力 我们知道 只要是用着信心 通过神 来行所有的大事的时候 我们看见 属灵的氛围是改变的 我们看见 在灵界里面 其实有许多不同的事情 开始在运作的 因为我们相信 神是最伟大的那一位 神 只要愿意 我们的神 他用他的大能 就会来改变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信心的原则 是你需要怎么样 要祷告 你需要不断的去宣扬 一直在说 然后呢 你需要去行道 神是活的神 是行神迹其事的神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一位信仰的榜样者 大卫 他是凭着信心而行的 诗篇27篇13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节 好不好 我若不信 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丧胆了 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 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 说不要灰心 所以说祷告是你的信心 世界强调眼见为凭 那如果让世界来写 诗篇27章13节的时候 他可能大概会这样写 我若不能因为看见了而相信 我就会丧胆 这是人信心的功课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信心不是只有 夸口不是只有说 我们需要去经历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去经历神的大能歧视 非常神奇的事 突然间临到你 但大多数的时间 我们需要带着信心 来见证神 在我们的遭遇里头 如何伺服 如何保守 如何引导你来突破你的现况 这就是我们活着的见证 有个例子 一个见证叫施力员医师 他是台湾的第一位骨科女医师 他是家义人 家庭小康 父母呢 在日据时代受过高等教育 那对他们的教育呢 非常看重 这个施力员 他从小聪明 伶俐功课好 品学兼优 所以呢 常常呢 是名列前茅 所以只要看 可努力 一定会有好成绩 那他的丈夫呢 是他台大的同学 从两人从同学认识到 相知相恋呢 结婚生子 育有一女一子 俗称一百分 两个孩子 也请上进的 也跟父母亲一样 很不错 很杰出 那施力员 他从台大医学院 毕业以后呢 就到了台北荣总医院 总医院来服务 住院医师四年 就拿到医师的 骨科专科医师执照 那他是台湾第一位 骨科专科医师 那医院的这些长官 对他也非常照顾 所以他呢 就赴美进修 然后回国呢 很快就升任了 副教授的职位 他自称为他的家庭基因 非常好 怎么样好 他说啊 我的阿公阿嬷 祖父母活到九十岁 寿终正寝 我的父母青年 也活到八十几岁 也非常的硬朗 那他从小呢 是个健康宝宝 施力员从小是健康宝宝 精力旺盛 那呢 又呢 他又想 现代的医学 科技这么发达 凭他这种条件 活到一百二十岁 一定没问题 从小到大 那他无论哪一方面呢 都非常的顺遂 所以他不知道 什么叫做软弱 只要努力 他都得到 所以呢 他不知道 什么叫感恩 长达二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 外科医师的教育 然后 他呢 被训练得很果断 他被训练得很坚强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 顺服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 信 然后 看见 他说我的训练啊 是一定是 看见的才相信 一定要证据的 好 虽然呢 他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但是他到了美国 探望他的姐姐跟姐夫的时候 仍然会到教会去 因为他的姐夫跟姐姐 是牧师跟师母 好 所以呢 到了美国 他就一定会到教会做礼拜 会去参加家庭聚会等等 或是给会友做一些医疗讲座 但是他始终不愿意相信 耶稣基督 信了 然后再看见 这会是怎样的信仰 2006年 他说 年初他到美国 德州去探亲 夜间呢 就觉得自己好热 就觉得自己好渴 哎呀 是不是这边天气干燥 或许呢 我是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但是呢 到2月底呢 他晚上呢 夜间开始身体打颤 会怎样 会颤抖 后来摸摸 他的额头发烧 哇 怎么会发烧呢 所以呢 一大早醒过来 哎 烧又退了 一切又正常 他又去上班 他又照常去开刀 又去看诊 去做研究 是几次的不舒服呢 到医院抽血检查 也只不过是急性白 急性那个反应蛋白 有点高而已 其他都算正常 但是到了3月份的时候 他说呢 他的体能急速下降 原本中午不用睡觉的 突然间一定要 一定要去午休 他累到不行 那开刀的时候呢 一定要在空档的时候 坐下来休息 不然他觉得他撑不过去 到3月底的时候呢 他觉得情况有点糟 所以呢 早上挂了急诊 趁着空档时间 又到了研究室去做动物实验 做了动物实验 做完了之后 觉得撑不下去了 赶紧跑到了急诊室去 这么一躺 他说了 就躺了4个月 这个4个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施力员他经历了 严重的败血症 感染性 心脏半膜炎 许多的器官衰竭 直肠癌 心脏衰竭 后来呢 他就接受了治疗 开了直肠癌的根除手术 又开了心半膜致患手术 再加上 原本他觉得自己身体的条件 DNA很好的 没想到他是过敏性体质 所以呢 他这样的病程呢 就曲折又复杂 他这么说 他说呢 他劳动了医学中心 所有的医师 除了小儿科医师 为他动员了所有的 医学知识跟治疗在他身上 但是呢 有一天 感染科医生跟他讲说 如果你继续待在医院 你可能会院内感染 所以呢 叫他带着病赶紧出院 宁可在家接受治疗 做个安分的病人 所以呢 他在五月底就带着发烧的身体 还有一颗即将衰竭的心脏 还有几颗骨盆腔浓疮 六包原素食品 一堆口服 抗生素 就这么出院了 他说啊 他的病情啊 如果是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 都没有办法写他这样的剧情 如何在这么复杂的病情当中 有这样精彩的过程呢 每一个抉择都有太多的变数 所以呢 远远超过医师所能够评估跟计划的范畴 所以若是一个步骤 做了不同的选择 结果就不堪设想 他回想 能平安地走过死因的幼谷 实在是依赖上帝才会有的过程 他回想 他说我的姐夫 这位牧师常常跟我说 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蓝图 我就嗤之以鼻 说呢 世界这么多人 你的主哪里管这么多的 经历了这几个月 这个施力员他终于了解 原来啊 在人不能 在上帝 凡事都能 所以这个病情呢 超乎医学知识想象跟控制的 但是 感谢主 有精英的这个医疗团队 为他付出 当然是功不可没 但是在这个的背后 有一个极大的保守跟同在 就是呢 认识他跟不认识他的弟兄姐妹 一直在为他祷告 一直来 到神的面前 为他祈求 所以神就这样支撑了他 让他度过了 这一个非常难的难关 于是他说 他跟他丈夫 背逆了神49年 终于学会了顺服 这样功课 也就是在他们49岁那年 他们相信了耶稣 他们愿意 来到神 施恩宝座面前 来依靠神 这位施力员他也开个玩笑说 他说他曾经对于那些 来关心他的这些朋友们 或是同事 或是主内弟兄姐妹说 感谢主 我开了职场 我开了心脏手术 从此以后 我是换了一副好心肠 所以呢 就要来跟随 救赎我的主 我们知道 真正改变我们的 是我们接受了主耶稣 是主耶稣基督 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改变 也学会谦卑 顺服 耐心忍耐 等候他 也愿意用余生来为主 而活 所以我们深信 这样的一个医师夫妇 他们往后的日子 必是 常常与人分享基督 常常传说福音的好消息 能够帮助 所有需要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经历了神 你就不会否定神的存在 阿们 所以我们说 诗篇二十七篇 第七节到十四节 在这里 有跟我们提到 极样的信心 第一样就是 我们需要寻求神 这样的圣经节 他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你是不是愿意建立信心 来经历信心的行走 是吧 阿们 我们要在信心里面 去征战 因为当我们想要仰望我们的神 依靠神的时候 我们相信 那个黑暗权势 也想要影响我们 你要知道 对神所立定的行制 寻求他的面 是非常要紧的 无论征战如何的大 你要靠近的是神 这一边 第二样 我们除了寻求神 需要我来呼求主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上帝希望的祷告是什么 是有意义的祷告 上帝希望的祷告 是我们寻求 他的道路 是神的路 而不是你的路 上帝希望我们的祷告 是有次序的祷告 上帝呢 他不垂听 忘求的祷告 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意念 是向着神来调整的 你要知道 神会垂听我们祷告 不是他顺着我们的意思 乃是因着我们调整的心思意念 来顺从神他真理的教导 除了寻求呼求 我们再来要是等候神 你要知道 等候耶和华 壮胆坚固 都是神所赏识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有时候我们相信 神会做一些事情 我们也期待他做一些事情 我个人的经历 越小的事越容易成就 有时候心里面想 我想吃葡萄 过了三十秒 我们家就叮咚 有人送了葡萄来 我觉得神爱我们到这么可爱 小小的需求 他都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是大的事情 越需要等待 所以我们需要在 等候的这件事情上面 来专心等候我们的神 他要试智慧 我们说专一的祷告 能打破任何的障碍 能彰显上帝伟大的应许 叫我们的心喜乐满足 神很愿意满足 神很愿意满足我们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跑到神的前头 除了我们说寻求呼求等候以外 我们相信了神会给我们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信心的步伐 踏出去 所以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求主赐给你 求主赐给你从他来的信心 我们相信 特别的信心是从哪里来 从神来的 所以相信神 你就必能看见 圣经有许多凭信心而行的榜样 好 我们在刚所读的西伯来书 十一章的后面几节 有提到了一些 见证的例子 一些榜样 比如说亚伯 他献上最美的祭物 以诺他与主同行三百年 没有死亡 他就被神来带走了 所以他是不见死的人 挪亚神告诉他 会有洪水 他就凭着信心 建起了方舟 那么亚伯拉罕 他离开家乡来跟随神 其实那个时候 神并没有告诉目的地在哪里 他就西家带卷 带着他所有的财产 跟着心灵的那个声音去了 多大的信心 约瑟呢 他先深信上帝 会带领以色列民族 离开埃及贝奴之地 所以他就交代了后人说 你要将我的遗体 有一天你们要离开埃及 要带着我的遗体一起走 我要跟他们一起走 好 他这样的信心 的确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果真也实现了 还有哪些人呢 还有基甸 巴拉 参孙 耶弗塔 大卫 撒姆尔 和众先知 他们不都是借着信心 战胜周围的国家吗 还有一些妇女 被囚 殉道者 四处奔波 受尽 穷困 和虐待的 这些人呢 他们既祷告 又宣扬 又行主的道 持定对神的信心 这些人鼓励我们来信靠神 而且是要坚定的信靠 即使今天 你还未得到 你对神所祈求的事情 这些信心的模范者 他们是赢得了神的肯定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有一天 你要用你的信心 也同得神的赏识跟欢喜 神能一辈子不遇到忧愁 神能一辈子不遇到困难 你吗 我吗 不是 当然是没有人 所以你可以选择 遇到人 就大吐苦水 数十年 如一日 但是 你也可以选择 我要信靠神 我要仰望他 因为呢 这位神 可爱到 常常愿意赏识那个 对他有信心 孩子的礼物 愿意将我们心所想的 送到我们面前 他要带领你走出各种难处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请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 赏识那 寻求他的人 阿们 我们真的 需要等候神的礼物 有一个最最最要紧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对人 可能 感到灰心 我们不能保证 今天所说的 明天一定实现 我们都不能对人保证了 人对我们如何能有多大的信心 我们 在人身上 可能会等到的 不一定是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对人会灰心 但是 我们对神必须要有信心 他必能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让你从中体会 他是赏识盼望的神 神不是绝望 不是死人的神 是什么 活人的神 是我们永远的神 所以我们 你当要像一个孩子一样 回到神面前 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仰望神 祷告神 要像你心中所求的 交在神的面前 那样的宣告 像跟父母亲一样的 宣告再宣告 然后呢 你就去行道 那持地名所信的信仰 我们相信神必要大大的赏识你 我们同心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谢谢你 你为我们试的是赏识 丰盛的生命 美好的计划 各样属灵的福气和产业 一切的美善都源自于你 主啊 我们要宣告 我们要信心说 我们一定可以不断地支取 你的美善 你的信实 你的应许 主我们感谢你 祝福在我们中立教会 所有的信徒 我们身心照着你的信实 我们永远是你的孩子 你也永远做我们的天父 以你的慈爱跟良善引导我们 好叫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 让我们常常以你为我们生命中的守卫 我们常常尊主为大 让天父你亲自在我们生命里面掌王权 愿神亲自运行在我们生命里面 掌管我们的一切 好叫我们所做 所求 所想 完完全全蒙神的喜悦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